中国历史上四件顶级国宝,价值于四十亿下落不明,国家派很多人找。 中国历史优秀,所以文物、宝贝出现的也特别多,我们的先人用心创造的珍贵的书籍和字画,到现在来看,那是用价值连成都形容不了的, 而这些所谓的字画和珍迹却伴随着一次次盗墓,或一次次转手而淹没不稳。 有的宝贝是因为明明已经被国家收入库存,然而由于保管不善,战争原因得而复失,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。 太多国宝遗失在历史中,给中国造成很大损失,这些国宝无法用价值衡量,不但价值高, 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不可多得的财富。 但是现在很多中国国宝在其他国家博物馆展出,令人气愤,虽说文物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, 然而中国的文物还应该让中国保管,毕竟文物的根在中国,它们的家在中国。 中国历史上有四件特级国宝,让我们看看都有哪些,可惜现在失踪了,谁也不知道它们流通到哪里去了。 最令人惋惜是第一件宝贝,是圆明园,是二生孝人身束手同向,这个神像很奇特,不断喷水昼夜不息, 既符合建筑学的原理,也具有艺术品的精致。 连八国联军参与抢劫的人,看到他都瞠目结舌,包括圆明园建筑群,都令他们觉得不可思议, 他们一边赞叹说,圆明园是建筑学的奇迹,一边将他复制一句。 现在十二生孝人身受同向,被法国博物馆唐儿皇之斩出, 很多被英法抢走的珍贵的字画已经丢失,而生效的回归之路也无比艰难。 我国派人去购买、协商,经过好一番周折,只得到五件青铜兽、熟手、兔手在法国拍卖,短时间内不会现身, 让我们胶着的是蛇手、羊手、鸡手、狗手下落不明,他们究竟在哪呢?何时能现身呢? 值得一提的是龙手在台湾展出,保存良好,但近期也无法回家。 第二件,复春山居图。 我们无法形容书画真迹,在历史上的重要性,很多人不懂艺术, 其实现实生活很庸俗、枯燥,只有艺术可以滋养灵魂, 艺术可以磨平人们在俗世的沧桑与棱角,让内心圆容平静, 让粗糙的蒲玉般坚硬的生活露出雕琢过的温柔的光芒,让艰难的生活变得容易。 一个懂得艺术品鉴赏的人,他必然能体会到书画真迹对灵魂的冲击, 也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会拼命在海外寻找书画真迹, 为什么不惜仿造,也要让书画完成。 有很多艺术收藏家,因为痴迷于艺术,竟然产生自私的心理, 他们不贪财,但比贪财更可怕的,是对艺术品的占有欲。 顺治年节,一位叫吴宏玉的收藏家,他是一星人, 他非常喜欢这幅画,吃饭睡觉都带着它, 他临死前担心书画会流传到别人手里, 为了完全占有他,竟将他复制一句。 好在他的侄子吴敬安眼明手快,从火里抢出这幅画, 结果这幅画就被一分为二,中间一段没有了, 两边各一半,一部是富春山居图圣山屠, 一部是富春山居图无用诗卷。 这两幅画后来都在台湾博物馆展出, 经过海峡两岸多年的努力, 在2011年这幅画实行联合展出, 部分还原修复了当初的原貌, 这种展示让我们十分激动。 第三件,永乐大典永乐大典, 是朱棣亲自指导编传的, 这部书及空记, 不亚于大不列点百科全书, 连国际的知名人士都认为, 这部书是世界之最, 在当时乃至现在世界都无人能超越。 嘉靖的41年皇宫发生火灾, 凤天门、三大殿都被烧毁, 很多珍贵字画复之一举, 然而永乐大典却逃过此劫, 当时皇帝让徐杰、高拱、张居正亲自主持, 找一些写字好的人重新抄写永乐大典, 可惜他们抄完后, 发现正本不见了, 竟然无影无踪。 在外国人侵略中国的时候, 永乐大典副本也被抢夺, 后来世界各地到处使永乐大典一本, 但都是副本。 没有知道正本去了哪里, 看到这篇文章的你们知道吗? 第四件, 干龙的九龙宝剑, 非常神奇的是这把宝剑本来是陪葬品, 跟随干龙一起下葬的, 孙殿英炸开灵幕后, 将这柄爵士珍宝炸了出来, 后来这把宝剑几经年转落到戴笠手上, 而这把充满诅咒色彩的宝剑, 让戴笠的飞机撞到火山上, 然后他死了, 宝剑也没了。 有人说宝剑在那场大火中毁了, 也有人说宝剑还在民间, 你认为宝剑在哪里呢? 当然中国还有一件国宝是北京人头盖骨, 这件宝贝价格无法估算十分珍贵, 在抗日战争神秘失踪, 成为世界震惊的失踪案, 如果能找回这五个头盖骨, 换算成钱的话, 估计几十个亿都打不住。